小米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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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 大姐夫妈 你赶紧回来一趟 快点回来 别废话 你出事了 我跟你说话 你听不见 你干嘛呀 人家打排位呢 我跟你说 你玩个游戏不要紧 小米烈 小米烈 哎呀 甜笨笨是白回来了 二姐夫 你说谁回来了 不玩了 甜笨笨回来了 二姐夫 他们啥时候回来的 她八点钟下着飞机 十点到十二点 接了一个电话 发了三个转信 喝了五杯白开水 上了两次后火 一次大火一次小火 我一直跟着她呢 你监视人家 我不是监视她 你干啥去 我出去转转转 去乌业转转 让你管 别去了 你和笨本不合适 人家笨本不不喜欢你 二姐夫 请你注意你的言词啊 她喜不喜欢我是她的事 我喜不喜欢她是我的事 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 跟你没关系 你知道她为什么不喜欢你吗 为什么 坐下 你俩都是大学生 人家是物业公司的总经理 你是代业女青年 差距太大 人家怎么可能喜欢你 那怎么办呢 我今天就是拯救你来了 玩游戏 跟着二姐夫一块创业 成为一个女商业界的奇才 我保你两个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开 二姐夫 那怎么做呀 小道消息啊 咱们物业有三间 门面房要出租 我打算把它租下来 我要搞一个高档的餐厅 让你当副总经理 年薪三百万 三百万 还是欧元 欧了 欧元 我都挣不起我欧元 二姐夫 那你说这事能成吗 成不了 啊 真是啥呀 嗯 笨笨不同意啊 笨笨 笨笨在我一上午的死缠烂打下 他已经妥协了 那 那是我大姐夫不同意 你说对了 就是这个赵刚的 哎呦 气死我了 他主要是嫉妒你 我跟他一说 你当这个副总经理 毛佑那个头 为什么呀 为什么 这个家里我成功的民营企业家 你这个压子她喘不过气 stance 你再成为女强人 副总经理 还能活吗 不会吧 告诉你 小美玲你这样 你马上回屋 你仔细听着 她一会儿就回来 我让你亲自聆听一下 她是怎么嫉妒你这样 好 快去 回来了 快去 不是 我跟你说啊 田经理啊 我家里有点急事 我先回家了 你要是有事的话呀 你到我家找我来 好吧 好嘞好嘞 就这样 顺帆 家里出什么急事了 赵刚的 你那个胳膊肘 怎么拉往外拐呢 我往外拐什么了 我 那三间门面房 怎么就不能给我呢 来来来 你过来 你过来 不是 你说清楚怎么呢 你坐这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这三间门面房 不能给你 怎么就不能给我 我又不没法 我正当手续来 我开一个高档餐厅 我让小米人 当妇妒经理 怎么不行呢 你等会儿 你让谁当副总经理 小米粒 小米粒当副总经理 怎么着 开什么玩笑 家里有人吗 没人 一个人 没人呢 我跟你说啊 小米粒怎么能当这个副总经理 怎么不能呢 大学毕业 人才 不是 他大学毕业以后 他可什么都没干 一直在家里 他当副总经理 你合适吗 哦 你那个意思是小米粒大学毕业以后 一事无成 就在家里囚着 什么都不干 哎哎哎哎 没事 你喊什么呀 最大俩人 我 我当然我为我小姨子叫蛆 我要帮助他 你拉倒吧 你帮助他 这么多年你帮助他了吗 我一直在帮助他 而且我要促成他和甜笨的甜蜜爱情 你没毛病吗你 我没毛病 他们俩人甜蜜爱情 怎么了 他们俩人能在一起吗 当然能了 他们俩人就不肯再在一起 为什么 你 张芳芳 陈春风 你不说家里没人吗 我逗女儿呢 张芳芳 你凭什么说我好之懒做 一事无成 来你肚子要挑啊 他说的你 我都亲耳听见了 赵刚子 我还告诉你了 今天这个副总经理 我干定了 对 三家门门房 必须给我们公司 对 今天必须给我们个答复 不然 我让你在这个家 再无立足之地 我让你成为真正的一块烂泥 给你三分钟的考虑 三分钟以后给我答复 你听你大姐们跟你说 小米烈啊 小米 财富服 你就扛我吧你 我扛死你 站好了 扶着墙 烂泥好好想想 三分钟 完了 这事儿完了 这咋长 这天塌下来了 这是 光哥 啊 我有件急事儿啊 你得帮我去 天经理你先别说呢 我现在有个急事儿 是这样我跟你商量一下 实在不行的话呢 那三间门面房 就先给顺峰嘛 这不都商量好的事儿了吗 你来来来来 我跟你说 现在情况有点突然的变化 这钱顺峰啊 他使了个计策 他让小米烈当这个副总经理 刚才小米烈跟我说了 他要干这个事儿 小米要是一上手啊 我就不好做了 你知道吗 在这个家里 我最宠着他了 他回头跟我一闹二哭 再把他大姐叫来 我他家家里边就没法火了 这有他啥事儿啊 不是 不是顺峰嘛 让他当副总经理 明白不 我说他不合适 就为这事儿 刚才都给我挤眼了 你说啥了 他能挤眼呢 我没说啥 我就说他年轻 我说大学毕业以后 没什么工作经验 不适合当这个副总经理 没事啊 光哥 小米烈这个事儿 我帮你搞定 我说他妈呀 真的吗 当然了 那行了 那行了 天经理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我倒是有个事儿 你得帮我解决一下 你说 你能不能跟 钱顺峰商量一下 让他别老跟着我了 跟了我一天了 我现在上厕所 都不敢去呀 我这一天 心灵和肉体上 饱受折磨 天经理 你受苦了 没事儿 你放心 小美妮你搞定 钱顺峰我搞定他 偶了 张王子 咱们人到了 考虑好了没有 这件事 必须 那个田经理来咱们家了 必须得好好考虑一下 不着急 再说了 这个事儿也要好好 争取一下人家田经理的意见了 田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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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你还跑 往哪儿跑 田经理 田经理 你傻看 你说 你温柔点不行吗 说话那么 怎么了这是 我跟他 大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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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你 你干什么你 跟我说说啊 你过来 你过来 你跟我到礼物去 那是咱俩的战场 走 他要跟我谈 小米莲 我要跟你谈一谈 二姐夫 我现在没功夫顾你 你的战场的那谈 同意了吗 你的同盟说了 你的战场的礼物 走走走 我给你谈一谈 来来来 来来 来点道礼物 好好谈一谈 回来了 是啊 咋才回来呢 飞机弯电了 你好像胖了 是吗 瘦了二十斤 你好像瘦了 我胖了 到底胖了还是瘦了 你说胖就胖 你说瘦就瘦 全凭你喜欢 刚才 我听你大姐夫 说你急眼了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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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就跟大姐夫 这样来的 哦 原来是急眼 我就说嘛 我认识的小米粒 怎么能急眼 坐吧 别动 这回坐吧 听说 你要当你二姐夫的副经理啊 我不是觉得 我应该干点事吗 不过啊 我还没想好呢 因为我还想追求一下你的意见呢 你看啊 你看啊 你从毕了业到现在 就什么都没干了 哦 是呢 我是没有工作经验了 我是觉得呀 你现在干这副经理 还太年轻 哦 你是说我还嫩呗 我知道 人家有点嫩呐 最主要的呀 我们不能把房间租给钱飞风 我们还有很重要的安排 对 不能租给他 你要是租给他了 我都不乐意呢 真是个总事的女孩 只要你不喜欢我去做的事情 我都不会去做呢 啊 谈得不错吧 你同样能当节目 哈哈 哎 办办 哎呀 刚刚 哎呀 啊 哎呀 搞定 完了 搞定 必须 快吧 来来来来 快吧 给人家填经理道歉 快去 哎呀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这一上午就缠着你了 但是这个三间门面房 你得给我个说法 哈哈 哈哈 二姐夫 撒开我的笨笨 我告诉你啊 门面房的事 你想都别想 不租给你了 哎 你不想当副总经理了 当什么副总经理啊 我还年轻呢 人家还嫩呢 哈哈 哈哈 这刚才发生了什么 都是爱情惹的货 哈哈 哈哈 全主 哎 哎呦 哈哈 哈哈 哎呀 哎呀 我说物业怎么没人了 都跑这儿来了 是是是 张总 你怎么来了 钱啊 哎 我听说 你不太高兴啊 我没法高兴啊 三间门面房 说什么都不租给我 怎么了这是 因为他们租给我了 来 这钱酒你拿着 哎呦 张总 租给你了呀 没问题 你这实力 不是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算我一股 好不好 我录一股 咱们有钱 咱俩赚 那不行老前 我跟你说 我这个项目 他不赚钱 怎么可能 你什么时候赔我钱呀 你不赚钱你能干 有可能 还得往里搭钱 搭钱 行了行了 我明白了 我什么都不说了 恭喜发财 哎呀 哎哎哎哎 这不是 你干什么 这么阴阳怪气的 我正明白 你听人家张总 把情况说清楚了 你再走 好好好 你说你说 我妈妈住在这个小区 知道 我呢没事就回来看看 经常出差嘛 可是呢我每次回来呀 我就特羡慕你们这个家 你说又老的 又小的 大家一起高高兴兴 其乐融融 你看我妈妈 就那么一个老人 后来我一调查呀 咱这小区这样的老人 还挺多的 是 你说我原来呀 我一直在赚钱 但这次啊 我想用这三间门面房 我开个老年活动中心 我让这些 和我妈妈一样的老人 免费在这玩 免费在这吃 我让他们永远也不孤单 老前啊 你说我这项目 还能赚钱吗 这项目咱不能赚钱 对呀 那你 不会不高兴吧 没有没有 我高兴着呢 是不是 你没意见了 我双手赞成 太好了 张总 那咱这样吧 咱当物业吧 合同签了怎么样 马上走 签合同 签这里 走走走 走了啊 来来来张总这边行 哎呦 确实你太好 我当总好人 小土豆的 下次这种事 能不能平让我 给你当党签牌 谁让你当党签牌了 我还得赶紧出去忙着呢 你干嘛呢 我去屋页一趟 我觉得这个项目 我可以当副总经理 哎 不让我当副总经理的吗 你还嫩呢 还年轻呢 你是个烂泥 你扶不上墙呢 讨厌 你说谁烂泥 你这是烂泥呢 那是烂泥呢 是啊